華爾街日報 39年來最快增速 美國通膨率連續三個月 超過6% 美國消費者物價指數 上個月同比上升了7% 是從1982年以來最快增速 美國通膨率也連續第三個月 超過了6% BBC有望自由貿易 英國宣布跟印度展開談判 英國今天宣布跟印度展開 自由貿易協定談判 印度有望在2050年之前 成為全球第三大經濟體 英國希望兩國的貿易量 能夠有明顯的提升 金融時報 電動車生產增加 涅價漲到10年來最高點 可以用來製造電動車電池的涅 庫存量不斷地下降 加上電動車生產增加 涅價跟著上漲 價格已經漲到了10年來的新高點 日本經濟新聞 貨櫃量成長20% 亞洲往美國運輸量創新高 美國數據顯示 2021年亞洲發往美國的海上貨櫃量 超過了兩千零五十億萬個 比2020年增加了百分之二十 更是創下了2004年以來呢 首次超過了兩千萬個 再度創下了新高點